欢迎电视和你在一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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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要给他讲成五分钟 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然后呢 讲的话不贴切 那这个就是没有空性 因为在一个自我的意思里面 叫我直 而忘了对方 所以佛教最大的功德 是有一个方便 但是这个方便 是为了配合对方 而展现的各种方法 就像观音菩萨要 方便的普门视线 各种的形象 而没有自我形象 但是在讲方便之前 必须要把这个我跟法 没有分别 这个叫般若波罗命 所以你能够了解万法 包括自己众生的本体 而不是只坐在那个暂时的形象 完全简单的说 不自私的 无我的为众生 奉献 要我们做小丑就做小丑 但是因为众生无量无边 长期的轮回在受苦 所以一个菩萨就是希望 能够自己呢 有这个寿命自在 财自在 自慧自在 福德自在 随缘视线 所以视线长 视线短 那都是一个因缘 但是他能够扮演得很好 比如说一个菩萨 我看过佛经里面 他视线20岁就死了 为什么这么短说呢 让他爸爸妈妈 早得觉悟 因为这样 他爸爸妈妈帮他办伤事 然后呢 他就会刚好碰到一个师父 然后这个师父呢 就给他讲了这种 生死轮回的道理 然后让他父亲呢 早得解脱 然后那个时候呢 父亲在精进的时候 这个做儿子的升天 还从天上回来 跟他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你们现在如果 归一三宝这样修行哦 我们来世 我在天上 等你哦 他爸爸就搞形 原来这个短受 它不是短 它是一种视线 就像佛陀过去 用身体布施给老虎 所以 而且呢 成为天神以后 那也跟他爸爸妈妈说 能够把我的骨头 捡起来 让所有生病 特别最严重的 印度的那个传染病 那么他们都可以升天 所以 而且视线天人庄严相 给他父母看 让他父母 生起了信心 所以我想 这个叫自在的意思 所以我想 我们今天 以八观在界的 发心来修长寿法 就希望 我们的 利益众生的事业 比如说 念一下 放生 事业自在 言共 事业自在 那是帮助老人院 帮助孤儿院 等等的这些事业 都可以自自在在的 因为我们这个道场 是在市区 老实说啦 你在这边办法会唱 都很好 但是隔壁如果听了 不舒服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要经常 给他们回向 回向 再回向 希望他们听到以后 能够得到加持 能够生起一个欢喜 那你要怎么做 那当然要 回向隔壁的人的 家庭 他的父母祖先 地基祖 他生上了什么 冤亲在主 都回向给他 那不是针对人 我叫这样 因缘所生法 对不对 今天这个人要找你麻烦 但是我对他爸爸妈妈很好 他就不找我麻烦 就像我以前结婚 我就跟我过去的同修说 我会对你的妈妈 好的比我妈妈还好 他这样就安心 这是他的孝顺 但是 你也要对我爸爸妈妈好 你对我父母好 我就对你一百倍好 彼此彼此 因为我爱妈妈 超过爱一切女人 但是我也知道 我过去的同修 很孝顺他这个妈妈 所以 当然我会对他妈妈更好 所以这个叫 互相互相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学佛呢 你就要开始 配合别人 不要一直想说 我想要干嘛 我想要如何 那这样就会一个 强烈的主宰别人 会做成一个不好的影响 而且会变成格格不入 所以我想要变成水 才能够渗透一切 这个水 它可以随着因缘 变成水沉气 变成各种状态 它才可以渗入到更深 所以佛陀很喜欢教授 你没有东西供养 用水供养 因为水就代表空性柔软 净化 而且呢 没有人会对水起的贪着 那当然我们自己来修行 我们要一直这么做 为了众生的需要 我们应该怎么做 就像后面的法座 庄不庄严啊 庄严 等一下轮流坐 好不好 为什么要坐 哎呦 我要成为佛陀 了解吗 今天 为什么要叫你上座 你要发起菩提心 你坐在上面 要么就跌得快 我跟你讲 下地狱 要么就找一点成佛 假的国王会发抖的 但是发菩提心者 名为国王 所以 而且承担佛陀的任务 叫法王子 法王子心 佛陀的心子 那当然 大乘佛教教育 是平等的 是念一下 众生皆有佛性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刚刚他们寝师 摆了一个桌子 上面摆了一些画 结果我看到 哇 蚂蚁一大堆 这个蚂蚁因为肚子饿 所以花上面有甜甜的 那这个这是我的因缘 所以我对那些蚂蚁 就念皈依了 今天殊胜日 希望蚂蚁蚂蚁 归佛发菩提心 将来一起成佛 这是我跟他的因缘 所以看到了都跟你有缘吧 不管是好的坏的 但是让我想到 来 愿所有的蚂蚁 得以皈依三宝 离苦得乐 同生净土 同臣佛道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 死最多的就是蚂蚁 其他的动物 这些鬼神 所以我们为了如此 来愿受戒功德 长寿发挥各种功德 回向森林大火 死亡之大小动物 有形无形众生 那这就是我们要精进 我为什么要受保管载戒 我为什么要布施 一切都为了 念一下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普度众生 那请问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观音菩萨 那因为你发起悲心 那观音菩萨就加持你 显现你变成观音菩萨的实践者 变成观音菩萨的分身 这个时候我们做得很好 那等一下中午又恢复繁复了 所以修行是如何让自己 在任何状态保持一样 就像各位在念佛 能够念到上洗手间 还以为在极乐世界 在消业上 所有不清净的地方 对你来讲都变清净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颗菩提心 大小辨识 当愿众生 去贪嗔痴 捐除罪法 哇 你在大小辨识 在消业这样 你在洗澡的时候 是在预佛 我今观目 诸如来 装落 静置装严功 因为你把不清净都转为清净 但是如果 你在洗澡又忘了 又忘了 所以八观灾界 连洗澡都叫你不能忘 不能洗香皂 睡觉也不能忘 吃饭也不能忘 看到你太太老公 更不能忘 我命豆腐 你睡你 我睡我 任何时间 就叫你不用忘记 因为你保持在 这个正念慈悲的状态 那各位 这就是修行 修行 一能够保认 这个佛性 那必定解脱乃至成佛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忘了 今天我们学佛告诉我们 别人打我骂我是我的因果 是吗 今天等一下出去 车子就被撞了 阿弥陀佛下来跟人家 对不起 为什么 我欠你了 那我还你债 我再包个礼物给你 功德又回向给你 为什么 你保持在决心 所以你要时时刻刻记忍 记忍 那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 你说难吗 好像难 简单吗 太简单了 24小时分分秒秒 抱之念佛的状态 那就是修行 看一下前面这一顿 来 南无无量受佛 南无无量受佛 那为了今天长寿佛会 色拉切 他们当家送来这一顿 长寿佛